当播足球快讯 2022年4月15日 巴塞陷赴法兰克福无缘四强 星期五凌晨 欧洲联赛半准决赛第二回合隆重上演 巴塞隆拿主场迎战法兰克福 上半场 艾力加西亚开场禁区内 对者斯柏连特使堂犯规 菲利格斯迪主弗十二马命中手开记录 随后菲利格斯迪送佐公拉菲尔山 道士玻璃世界波破门 下半场 路巴美洋错失空门 菲利格斯迪低射破门上演 梅开二道 沙治奥布斯基斯攀回一球 孟菲斯迪比十二马命中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巴塞隆拿次回合主场 二比三输比法兰克福 总比分三比四无缘 欧洲联赛四强 比赛开始紧四分钟 艾力加西亚禁区内 普出者斯柏连特使堂 球证果断指向十二马 菲利格斯迪操刀一触而就 法兰克福反客为主一比零领先 九分钟 奥士文迪比利右路闪开空间全中 奥巴美洋包抄投锤攻门顶高 十七分钟 朗奥亚拉拉奥祖佛球进攻中后点 凌空端射被查普托出横梁 二十四分钟 费兰托里斯禁区内凌空 側勾被拉菲尔山道士玻璃写身挡出 三十六分钟 巴塞中场失去球权 菲利格斯迪转换进攻送邪传 拉菲尔山道士玻璃接球 横拉转出世界波直奔球门 法兰克福二比零扩大比分 半场结束 法兰克福带着二比零的比分进入更衣室休息 益边再战 四十七分钟 法兰基迪庄推进邪传策动 路士文迪比利得球横传门前 奥巴美洋后点错失凶门梁基 五十七分钟 拉菲尔山道士玻璃禁区内守球 球证未宇判佛 比赛继续进行 六十七分钟 廉田大地妙传 菲利格斯迪大球突入宅角度破门上演梅开二道 座法兰克福三比零摇摇领先巴塞 八十四分钟 巴塞前场佛球机会 乱战中法兰基迪庄 将个波筒向沙自奥布斯基斯 后者门前顺势破门 可惜被吹月位在先 八十九分钟 沙自奥布斯基斯湖顶世界波破门 巴塞一比三攀回一城 保时阶段 伊云尼迪卡增顶撞倒法兰基迪庄 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 巴塞获得十二马 曼菲斯迪比顶住压力 十二马命中目标 巴塞追至二比三 可惜时间所胜无几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巴塞次回合主场 二比三输了比法兰克福 总比分三比四无缘 欧洲联赛四强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谢谢观看